嗨!大家好!我是一個式的Eason! 今天來到屏東! 因為屏東縣邀請我來屏東拍店!謝謝! 其實我最近常常來到屏東墾丁 因為我在拍開酒吧的石鏡獸 但是我每次來墾丁都是沒有時間逛街啊 或是吃屏東的東西一直覺得很可惜 但是這次是屏東當地人介紹給我屏東才可以看到的東西 或是屏東才可以吃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超級開心! 我原本就很喜歡劉優馬! 今天非常期待! 然後今天的夥伴是 登登! 王鵝! 什麼意思? 你在哪裡? 哪地方? 這裡! 你有來過屏東嗎? 我其實很少欸 三次以內 三次以內? 對!應該比你少 沒有特別了解 對!托你的福這次順便來了解一下 好!一起了解一下 今天一起加油吧! 好!我們第一個來到的地方是林霄亭 我剛剛完全聽不懂欸 這邊是要做什麼地方? 林霄亭這邊就是他們在看老鷹最清楚的地方 所以呢他們會有人在這邊紀錄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這邊還是有紀錄的東西 他們每天上來喔? 對!然後他說天還沒亮就起來了 然後像這天12號有兩萬多隻 咦!靠那多! 所以說現在這個季節可以看到這個影子 帥喔! 感覺蠻大的欸 50到62欸 人也差不多欸 對! 哪裡跟我猜 你的線都差不多一樣 我在日園好像沒有看過欸 真的嗎? 嗯嗯嗯 有看過嗎? 我在台灣也沒看過 對不對! 希望有出現啊 對啊! 所以現在就只能等 然後看看有沒有機會 好!等一下! 天氣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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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會出現嗎? 好! 好! 是嗎? 好! 是嗎? 我們剛剛等半個小時 還是 Taka-san他們沒有出現 那個白白不是不是 那個! 只能給你們看素材 多漂亮 我們來到第二個地方是梅花路 富裕區 富裕區 剛剛有看到一群梅花路 小路 對啊! 他們很快就走了欸 聽到我們聲音就馬上走了 你以為你在奈良嗎? 是梅花路欸 對啊!差很多欸 奈良是可以抹的嗎? 這邊是比較那個 貴重 因為他們是野生的 所以沒有跟人類接觸 所以比較害羞 希望可以再看到啦 真的 前面有我們等一下去看看 真的嗎? 有 啊!有欸!有欸!有欸! 還是有 欸!有欸! 什麼意思? 梅花路在這裡欸 14字的梅花路 喔 那總數量有223隻 那其中野放的地方有五個地方齁 那當時因為為了保護這些野放的梅花路 有那個欸!路的味道出來了 野放的地方齁 有一點動物園的那種感覺 這邊的路是從海培動物園引進來的種路 對!然後在這邊做培養的繁殖 所以就希望之後越來越多這樣子 對! 喔!原來是這樣的地方 這個路也太...太可怕了吧 好累喔! 快來了 到了到了 欸!那一輛的話 他們直接過來我們這邊欸 為什麼我們那麼辛苦啊 好累喔 可以見到米露的話更開心啦 風景也蠻漂亮的 還要爬的樣子 加油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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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在荷蘭時期的時候 梅花路的路皮 是荷蘭這個東印度公司 非常重要的貿易商品 它主要銷到日本去 那你聽到了什麼 說明一下 這邊的路 大家會懷疑說 欸!是不是台灣的原生種 嗯 台灣原生種的特色是 三岔四間 這是台灣的原生種才有的 喔! 他說零歲到一歲是 一根直的 一根直的 對!然後之後三歲到四歲 再慢慢再出來 喔喔喔喔喔 對! 那為什麼你沒有了? 掉了喔? 這邊 他說當初來的時候有22隻 嗯 所以有五頭公的十七頭母的 後來去慢慢做富裕的 喔喔! 對! 所以現在更多22 現在更多了 現在更多了 沒有說幾隻喔 好像有欸 但是好沒 沒聽到 蛤? 你跟 一個外國人一樣欸 梅花斑的話就是說 欸! 有些小路是 小朋友的時候有那個斑點嘛 嗯 那有的路總是長大之後沒有了 然後就會說 欸!你們知道 這個梅花路的斑點是什麼作用嗎? 你知道嗎? 我剛才聽到了啊 但是我 說不出來欸 就是 就他想要藏起來嘛 對! 就是他的保護色 然後 森林的縫隙中 光打下來 會有光斑 所以跟梅花路身上的斑點 看起來是一樣的 對! 所以呢 這樣子看起來乍看之下 會很容易看不到他的存在 原來是這樣子 保護色 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欸 好! 那我們 小心 下山! 下去吧! 這邊是 以前蔣介石 來到屏東的時候 住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 他的 讀書 工作的時候的 房間 都很漂亮 復古 的感覺 復古 他建造這裡 多半是為了 那個 去巡邏這附近的軍備 所以是 他是 可能說 要巡邏軍備的時候 他就會在這邊 住在這裡 然後去規劃 然後現在是改成飯店 然後我們 今天的午餐 也是在這邊吃 看起來蠻高級的 看起來超高級的 而且喔 他剛剛說這邊是 耗時一年的時間 在不破壞太多的狀況之下 去做改造的 好厲害喔 好期待 期待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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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喜歡的耶 有蒜味 いただきます 竟然敢吃皮 嗯 好吃嗎 這個油的部分很好吃 融化真的假的 超好吃的耶 它的肉好脆喔 好喜歡耶 這個口感超喜歡的 幹 看整個肉是這樣多硬多硬多硬 有沒有 非常入味 滿滿的膠質的味道 而且不會覺得油膩 嗯 好吃 膠原 好酷 嗯 嚼勁很 好好吃喔 好吃 嗯 醉雞的感覺 但是 酒味比較偏淡 很好吃耶 吃飽了再 散步一下 我們來到了 龍卵塘 自然中心 沒錯 那這邊有什麼 很多的樹 蟲 還有 還有路 哈哈哈 他說 七百公尺 對 有個 自然中心 好 那 我們去一下 走一下 牙子耶 怎麼這樣子 太可憐了吧 哈哈哈 一般人在水上浮的鴨子 都可以吃 肚子這邊是平的 喔 所以這個是水喔 我這樣子看 這是會之前的鴨子的話 它肚子這邊是45度腳斜的 欸欸欸 原來北京烤鴨嗎 對啊 肚子餓了嗎 對啊 我們剛才吃過飯 有看到了什麼嗎 快點看 那邊 好可愛喔 好多吃耶 整理羽毛的感覺 整理羽毛 對 好想看牠們那個抓魚的時候 還蠻療癒的 如果有咖啡的話跟牠 對 我覺得這有咖啡廳的話 對對對 好 今天的行程都結束了 沒想到屏東有這麼多的自然欸 我以為是屏東只有海邊 還有 欸 今天 真的有一點嚇到 喜歡自然的人真的可以來屏東玩 那妳覺得怎麼樣 今天下來 然後走了我平常絕對不會走的行程 對 因為我們一般來墾丁就是 逛墾丁大街嘛 然後去墾丁的沙灘 就結束了 玩水之類的 對 可是今天走了很多的自然保護區 然後還有梅花路的富裕區 這些都是我覺得一般觀光客不會把它排在行程裡面的 對 甚至於連我覺得蠻多當地人可能也沒來過 這樣子下來就覺得自然的知識增加了 所以喜歡大自然 或是想玩海邊多多來屏東玩喔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大家幫我按讚加訂閱喔 還有不要忘記追蹤我們的IG 那下一個影片見吧 掰掰